今天呢我们冒着雨来看一个月季品种 这个花呢就是漂亮的玉兔了 这个品种啊长势非常的快 非常的好看 而且非常的琴花 这已经是我们今年的第二波花了 这个花量巨大呀 而且还可以有一个多头的 大家看 虽然我这里打草丛生 但是也能看出来 我这一株花呢已经体型非常的大了 这个花是去年呢在秘密小花园间买的 当时是一个十来块钱的小苗 小苗嘛半年时间长到这么大呢 确实是非常的少见 这个花呢是一个日本的品种 是一个粉色系的 非常的鲜 它的花呀 早春的时候那个花茎啊 应该有达到15厘米 花瓣层数啊非常的多 当然了在粉色系里面 嗯它也不算是 非常亮眼的吧 因为粉色系的花呀实在是太多了 大家看这是它被鱼打的一个样子 被鱼打的已经有点丑了 这个花呢是一个维护难度 非常的低的一个品种了 它基本上你可以不用修剪 因为它一边开花的时候就会 呃在它的那个下面啊 重新长出质感来 就你几乎不修剪它 它也能够长得非常的好 不会出现这个老化的问题 而且它是很容易就多头的 这个营养状态好的时候 多头非常的表 多头表现非常的好 而且画作属于非常大的这种 这个是有强烈果香味的 还有一点呢 这个花呀 这个花的刺非常的少 大家看几乎是没什么刺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花呢 不太适合种在花盆里面 就是说不太适合阳台种植 这个花长得非常的大 非常的高 长势太快 可能不太 可能对阳台长不太友好 好了 今天的Youtube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